4月6号星期六 据十月 邓池竹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观灾戒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4月7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玄天上帝万寿 上午八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巴校区篮球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观灾戒 护生点万灯供万水 要供即甘露失时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710-3522 07-722-1749 07-365-4369 07-221-2323 07-783-1120 07-622-2555 静腰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心善秘词 顾生命好 生命电视 与你一同享受付出 真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俗史护生得长寿 俗话说 山中难寻千年树 世上难得百岁人 然而在这个小山村里 就有一位老人家 正要庆祝他一百岁的生日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拜访一下 那位老寿星吧 阿婆 这是我亲自做的长寿面 你可一定要尝尝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今天中午 你就留在这里 一起吃长寿面好了 阿婆 我今天就是来吃你的长寿面的 我也想沾沾你的福气 也好活一百岁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阿婆 你看你 一百岁了身体还这么好 眼不花耳不聋 真是大寿星啊 不行了 我老了 身体也不如以前了 哎 你看你说的 前几天我还看见你 打毛衣呢 哈哈 谁见过一百岁的大寿星 还能打毛衣呢 就是嘛 能活到一百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还能打毛衣 那就更少见了 奶奶 电视台的记者要来采访你呢 电视台来采访我什么 奶奶 谁不知道你是百岁人锐呢 我们这里也没有身体像你这么好的百岁人锐 你说不采访你采访谁啊 是啊 阿婆 就让电视台采访采访你 也好把你长寿的秘诀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婆 你好 你好 今天很高兴能见到你 看到你身体这么的健康 我想将你健康长寿的秘诀报道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这样啊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跟大家说的 阿婆 你太客气了 你就真实的说说你人生过程就好 不用有压力的啦 好的 那就照你说的 我就先话家常的跟大家说说我的过程好了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录影了哦 嗯 观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和我一样吃惊吧 百岁人锐 看上去真的好年轻啊 说他七十岁也是会有人相信的 我看起来像七十岁嘛 我大儿子都七十多了 阿婆 不过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 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长寿的秘诀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 我就是不吃肉 只吃素 我想这不算是什么秘诀吧 阿婆 现在都提倡吃素 吃素真的会对身体好的 阿婆 你是不是很少生病啊 是啊 我老了以后真的很少生病 不过在我二十八岁那年 我生了一场大病 病得非常厉害 家里人都开始给我准备后事了 啊 有这么严重啊 是啊 那一年我卧病在床 找了好多医生 但他们诊断出的结果都是无药可治 云娟 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是啊 医生都已经宣布放弃治疗了 我们还是为他准备后事吧 呵呵 呵呵 云娟病得实在太严重了 只剩下一口气没咽下了 家里人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 可就在一家人在院子里为云娟 准备后事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传了过来 哦 谁在敲门呢 我去看看 这位师父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师主 我路过这里想讨一些水喝 好吧 你跟我来 师主家里是要办丧事吗 是啊 我弟媳妇病得快不行了 就剩一口气没咽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提前准备一下 我能进去探望一下吗 啊 让师父进去看看也好 或许能超度一下 好吧 那师父就请你跟我来 前世作孽太神 用今生阳寿偿还 杀生果报真是太重了 啊 云娟 云娟醒了 云娟醒了 真是不可思议 已经昏迷整整三天了 竟然一下子就苏醒过来 师父 请你一定要救救他 他还年轻 你一定要发发慈悲救救他 师父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我的妻子 他的前世 是一位屠夫的妻子 为了自己的贪欲 他一再怂恿丈夫 多多杀猪赚钱 而且他好吃乳猪 每个月 都会买一只小猪烤来吃 为了金钱和口腹之欲 他杀生太多 所犯下的罪也在前世都没有偿还完 所以今生继续偿还 师父 怎么会这样啊 我妻子他今生可是非常善良的 不但不杀生 有时候遇到受难的小动物 还会出手相助 像他这样善良的人 怎么还要替钱试赎罪啊 是啊师父 他可是村子里公认的好人啊 有好几次他都是自己花钱 买下别人抓到的鸟券进行放生呢 这样的好人不该短命啊 这我知道 所以我才将他唤醒了 我想他会用今生的善行 偿还前世的罪业 谢谢师父 他说话 云娟竟然说话了 你不必谢我 如果以后你能做到不再吃肉 坚持放生 便可以增级天兽 后福无穷 嗯 从那天起 云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没过多久 他便恢复了健康 痊愈后的云娟 没有忘记那位出家人的话 从此不再吃肉 而且经常放生互生 并且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众人 让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吃素放生 放生 真的可以增幅天兽吗 那是当然的 难道你忘了云娟姐那年的大病了吗 当时她差点就没命了 多亏来了一位师父 才将她救活 云娟姐 我说的对吧 是啊 没有错 那一年 我真的差点没命 是那位师父救了我 还让我以后吃素放生 现在想想已经经过十年了 我已经吃了十年的素 放了十年的生 你们看这些年 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 而且连头疼感冒这样的小病 也都没有的 你看吧 放生真的会得到福报的 云娟姐 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真的是因为放生吃素吗 而且放生的善果 真的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吗 是真的 并且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有很多呢 有一年 我在市场看到有个小贩在卖田螺 整整两大筐 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全买了下来 然后租了一只小船 前往湖中间 并顺着湖中心 一路洒放 将这两大筐的田螺全部放生了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 我梦到了无数黑衣人 头戴肩帽 向我跪拜道谢 啊 那些头戴肩帽的黑衣人 不会就是你放生的那些田螺吧 说实在 我自己也不清楚 但我想是有可能的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梦里的那些人 真的是田螺吗 没错 那些正是施主放生的田螺 他们那是在向施主报恩致谢呢 啊 师父 是你啊 真的很高兴 再次见到你 女师主看起来气色很不错呀 我想你这些年一定都在坚持放生吧 是的 是的 我听了师父你的话后便开始持速放生 感谢师父 如果没有你的指点 我想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地活着 女师主 女师主 你不但自己放生行山 我奶奶一直心存 我奶奶一直心存善念 失速放生 所以才会这样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有位大师说过 如果能发喜舍心 起慈悲念 救命放生 那现实一定会去病延年 现在看来 此话不虚啊 所以心存善念 失速放生 才是福寿百年的健康之道啊 嗯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奶奶的百岁大寿 我奶奶希望在这一天 和大家一起去放生 多多拯救一些生灵 让他们可以活命 免于被杀害 在这一天和大家一起放生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来 我们一起放生那些可怜的小生灵吧 这些鸟雀 都是老人家 在今天早上 吩咐家人 去市场买来的 如果不是这位老人家 他们很可能会被别人买走 然后被宰杀 做成菜肴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世界的生灵都是通人性的 你看 他们如果不同人性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呢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万物皆有灵 放生得福报 今天我才真正领悟到了 这些话的真谜 两百位朋友 保罗是一只不喜欢被关在家里的狗狗 他非常热衷于到处跑来跑去 因此他的主人罗伯斯也只能随意他到处冒险 我们可是有好多年没聚在一起了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我家 哪里也不要去了 今晚我们可要好好喝一杯的 好 今晚我们就不走了 什么声音呢 两位先失陪一下 我家的保罗回来了 保罗是谁啊 我想应该是他在这里交到的新朋友吧 保罗 来 认识一下 这两位可是我的好朋友哦 这是我的爱犬 保罗 哇 真是一只漂亮的狗狗啊 它应该很听话吧 因为从我们来到你家 就没有听到它叫过一声 是啊 我们来你家这么长时间 都不知道你还养着一只宠物狗呢 保罗可是一只喜欢到处冒险的狗狗呢 通常天一亮 它就会自己出去冒险呢 哇 难道你就这样将它独自放出去吗 是啊 难道你就不怕它走丢了吗 它是不会走丢的 而且我知道 它一定是去探望 它那二百多位朋友去了 二百多位朋友 保罗有二百多位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 是啊 这里面一定有精彩的故事 罗布斯 你快和我们说说吧 嗯 这要从几年前说起 那时候 保罗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时期 他那一天走了六公里 来到了一个住着二百多位居民的小镇上 老婆 你快看 有一只狗 这只狗 我可从来没见过 它应该不是我们小镇里的狗狗 的确 我也看这只狗非常的陌生 嘿 小家伙 肚子饿不饿啊 想不想吃一块面包啊 哎呀 它好像明白你在说什么 真的 这只狗竟然能听懂我说话啊 喂 小家伙 你真的想吃一块面包吗 哈哈哈 好聪明啊 真是一只通人性的狗狗啊 来 给你吃 这只狗狗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啊 或许 它是我们镇上谁刚刚养的吧 你看 它好像是在向你表示感谢呢 喂 小家伙 以后你要是饿了就来我这里 我这里有美味的面包可以吃哦 这只狗真是太聪明了 如果它没有主人的话 我真想留下它 中午的时候 保罗喜欢躺在小镇的广场旁的双麒麟店边晒太阳 小镇里的很多居民都是在那里认识它的 你看 这只狗狗真的睡着了 是啊 它好可爱哦 你看 它的耳朵动了 哎呀 你不要乱摸狗狗啊 流浪狗身上可是有跳蚤的 这只狗不像是一只流浪狗哦 你看 它的脖子上还有项圈呢 哦 这只狗狗的名字叫保罗 它的主人名字叫罗伯斯 上面还有它主人的电话呢 保罗 狗狗狗 原来你叫保罗啊 保罗你好 妈妈你看 保罗很高兴呢 它在朝我咬尾巴呢 它怎么会独自在这里呢 我想它一定是和主人走丢了 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它的主人 您好 您是罗伯斯先生吗 我在广场发现了你的狗狗保罗 啊 天啊 真是不可思议 哦哦 我明白了 好的 怎么样了 找到它的主人了吗 真是不可思议 保罗的家距离我们这里有六公里 这个家伙竟然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 它的主人找不到它 是不是很着急呀 它的主人说保罗一直都是这样的 经常独自跑出去探险 不过到了晚上 它会自己回去的 它是一只不愿待在家里 喜欢到处探险的狗狗呢 保罗 你可真棒 我也喜欢探险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妈妈 你看 它愿意和我做朋友呢 是啊 这真是太好了 不过 我们要回家了 你和你的朋友 道个别吧 保罗 我要回家了 明天中午 你在这里等我好吗 我还来找你玩 下午的时候 保罗 保罗便离开这个小镇 开始返程了 在这个小镇 他交了好几个朋友 面包店老板 可爱的小孩子 还有加油站的员工 来小镇看望这几位朋友 变成了保罗 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喂 小家伙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今天新鲜的面包 快过来吃吧 哎呀 老板 保罗 保罗又暗示来看我们来了 是啊 从第一次遇到他之后 他每天都会来我们小镇 要是哪天没有看到他 我总觉得心里像是缺了点什么似的 是啊 保罗他已经成了我们全镇人的朋友了 保罗 快 捡飞盘 呵呵 呵呵呵 保罗 你真的好厉害啊 是啊 保罗真的很棒的 你看 孩子们和保罗玩得多开心啊 是啊 保罗真是一只听话懂事的狗狗 我的孩子每天都盼着能来和保罗玩耍呢 我儿子也是这样啊 保罗已经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朋友了 嘿 保罗 看来你今天又玩得很尽兴啊 瞧你 又把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怎么样 让我来帮你洗个澡 好不好啊 那个小镇 二百多位居民 都是保罗的朋友 他们非常喜欢保罗 而保罗 也喜欢他们 所以 每天 他都会去那个小镇 拜访他的朋友们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保罗竟然每天走那么远的路 去拜访小镇上的朋友 是啊 这真是人和动物 和谐相处 最好的典范啊 保罗 每天都会去那个小镇 拜访他的朋友 整整七年 他几乎天天报道 没有一天缺席的 因此 镇上的朋友 还为他立了雕像 并称呼保罗为镇狗 保罗 我的好朋友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你喜欢吗 保罗 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小镇 去别的城市上学了 我会想你的 你放心好了 我们小镇里所有的人 都是保罗的朋友 我们会替你照顾他的 是啊 保罗 我买了一个新花子 专门为你洗澡用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保罗也该回去 否则他的主人 会担心他的 保罗的年纪 真的大了 是啊 以前他走起路来 可是像风一样快 现在 却那么的缓慢 是啊 保罗的年纪 越来越大了 唉 走路也不像 以往那么灵巧 但我想 只要他还能走动 他就会每天来小镇 探望我们的 因为我们 是他的朋友 而他 也是我们小镇的 朋友 打开生命电视台 范音妙语 时时文 菩提花朵 处处开 弘扬 佛陀 众善法 慈悲 喜舍 乐开怀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 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 所有正法 放生 护身 吃书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 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 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 你来扶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 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高雄凤山中心 联合举办 亲民报恩祈福 礼拜贤 结千佛 护生 点灯 要共及甘露 事实法会 恭请战时法师领众 日期 4月4号星期四 上午9点 地点 杯子头 政府庙 礼联合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 左营区 左营大陆 6向81号2楼 联络电话 高雄慈悲道场 075569911 高雄凤山中心 077103522 星逢亲民 孝亲报恩 生命电视新竹中心举办 恭送地藏经 护生 点灯 要共 即甘露失实 日期4月5日 星期五 至5月4日 星期六 晚上7点 地点 新竹中心 新竹市 北区 竹光路 111号 电话 03-533-7368 03-533-736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所有生命 包括动物 最大的力量 就是情欲 所以如何把这个情欲 变成一种 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的力量 叫念这个 爱然 冥王 心咒 把强烈的男女的情欲 化成一种 成活帮助众生的 菩提心 这就是整个佛法 修行的重点 汽油 就像人类的情欲 汽油 一点火 就可以产生 无量的功能 包括开飞机 所以 转情欲为菩提心 吻吻吻 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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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吻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